9月16日 辽宁大连一家超市老板娘发视频称 她收到两张红色的100元人民币面钞 号码都是YC9299973 两张人民币放入验钞机后 机器根本不报错 视频显示 老板娘先是将一张100元人民币放入验钞机 验钞机没有报错 然后她又同时把这两张人民币放入验钞机 都能顺利通过检验 老板娘说 你看看 到底是验钞机的问题 还是钱的问题 一个男的声音说 验钞机的问题 验钞机老了 但是网友认为 不是验钞机的问题 可能这两张钱都是真的 网友说 都是真的 有传闻说管这个的 印了好多好多铜号码的可能都是真的 有些铜号币是官方印钞厂制作的假币 就是未经国家允许私自超发的货币 非国家超发的货币 这种情况两张币都和真币完全一样 这个假签哈 锅烟钞机 一张 请他 一张 根本不显示是假签 到底是 烟钞机的问题还是假签的问题 烟钞机的问题 烟钞机老了 这就是假的 这网友都一样 而且烟钞机都烟不出来 你发抖音吗 我同样烟一下哈 二张 看不看 没 就是我 这网上买的假排骨 现在人真的不敢相信了 这不如一拉就掉了 第一次碰到这个 这是什么排骨 哎呀 这这这这 现在人东西太假了 都不敢相信了 应该应该东西太假了 这这这这这 这这排骨 这 哎呀 这东西都不敢吃了 你看 你看 全都自宫差的 八音布鲁克啊 这葛树都是假的 塑料的 塑料都是假的 大纪元时报 遍布全球 不受财团 政党影响 真实感言 不管是想了解 国际局势 两岸议题 或者想要 预角娱乐 丰富人生 您需要的 都在大纪元时报 定报转线 0800-566-688 2 3 3 4 5 5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